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母一听到Trouble 2 通常都会一颜汗 你有没有试过一个两岁左右的小朋友 突然间在你面前情绪会大变 可能你公其不避 他就会突然间坐在那里大哭 大叫 甚至惹地 有时候那种表现不止吓到大人 而且还会叫大人很担心 不知他们发生什么事 很多有两岁左右的小朋友的家长朋友 都会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就是父母经常被小朋友搞到头都大 不知怎样 那小朋友在Trouble 2 两岁左右的年纪 父母可以怎样面对呢 父母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不需要太担心 或者你会想 会不会我小朋友的情绪有问题 还是他性格暴躁呢 Trouble 2 只不过是小朋友成长的必经阶段 在这个时间小朋友的老仔会发展得特别快 于是他的能力和情绪的复杂性 都突然间会提升了很多 不过另一方面看 就是他的身体和言语的表达 未必追得上他老仔的发展 于是出现的情况就是 他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感受 但是他不知怎样说出来 又或者他心里面有很多事情想做 但是自己的手仔脚仔又未必听自己洗 有一种有口难念的感觉 而大人在这个时间最紧要的 就是帮小朋友学怎样去表达自己 想回我自己 在这些情况之下 我通常都先要叫自己冷静下来 去提醒自己 这个都只不过是一个阶段 不一定是我的小朋友有问题 可能当他经历过之后 这个阶段就会过 而同一个时间 我会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 我真的会容许我的小朋友 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譬如在我们家 我小朋友一段时间 我真的会容许他在家里面 就俩地在大叫 不是代表我什么都不做 而是那个时间 我真的会走到他身边陪他 另一方面 我会帮他去讲他的感受 譬如我会说 刚才你很想要那个玩具 但是你没有 你一定很失望了 我明白的 而另一个选择 就是在那段时间 我可以帮他 如何舒缓他的情绪 我试过给一张废纸 给我的女儿 让他在那里狂撕 在这个时间 去舒缓他的情绪 而同一个时间 其实我都是和他 设定一个界线 告诉他 你这样的态度 是不会帮到你 拿到那件玩具的 而我呢 在这一刻 我真的不能给你这个玩具 不过 慢慢可以做的 是我可以陪你 等你冷静之后 我们再谈整件事情 这样的话 其实你不单止是在表达 你明白他的感受 接纳他的感受 你都开始帮他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同一个时间 你都设定了一个清晰的界线 不告诉他 其实什么是合适 什么是不合适 所以 Trouble 2 其实不是真的 那么多人害怕的 不过我们作为父母的 要学会 如何冷静地 去引导 帮助我们的小朋友 去顺利过渡这个阶段